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哥 最近呢,关于房子的事情,风风火火的最大的事情 就是关于养老金,这个缴纳的事情 那么现在全国22个试点工作已经开始,对吧 那么现在值得要说的就是第一时间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 天津的养老金房子的缴费西泽已经出来了 大家认真听好 那么相继陆续的22个全国的试点马上就要开始实施 其中包括像杭州、苏州、南京 再包括无锡、包括沈阳、重庆、包括成都、天津 这些沈阳还有青岛、济南等 那么天津这一次出台的房屋养老金的细则 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细则的参考的缴费已经出台 第二个,后面22个试点城市紧接会陆续跟上 那么下一步就是全国可能要马上推广 那么最要的问题就是要不要交钱 交多少钱的问题 给大家做一个回答 在天津的滨海新区它的试点已经筹备完成 那么缴费的细则标准是这样的 你的房子不管是新房子、旧房子 主要是你的房子没有电梯 不管是三层、五层、八层 哪怕是十层 只要是没有电梯的布梯房 缴费的标准是每平方米四十元 如果你的房子不管新、旧 只要是带电梯的 也不管你是多少层 哪怕是三层、哪怕是五层、哪怕是二十层、四十层、五十层 统一的缴费标准是每平六十元 简单说就是你的房子如果是一百屏 不带电梯 那就是一次性交费四千元 如果你的房子是电梯房 一次性交费一百屏的话 就是六千元 这是第一个要交费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 这个交费 如果我的房子以前交过维修基金 比如说这个房子啊 这个已经在买房的时候交过维修基金 对吧 那么就会有相关的部门去查询你这个房子的维修基金 还剩多少钱 比如说视频当中 我现在在走访的这个小区已经二十二年了 那么经过这个大概的咨询 二十二年间的时间 小区已经经过多次的维修 所以呢 这个钱已经又没有了 那么接下来各家各户开始要交纳这个房屋的养老金 当然这里如果你的房子是在近期十年以内买的新房 那么基本上这一次的养老金的缴纳 房屋养老金的缴纳就不在缴费的范围内 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要说的就是啊 你的这个房子 这个在缴纳养老金的时候 会有一个部门进行介入调查 这个部门叫什么呢 叫做房屋的体检部门 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要生病 他首先要去检查 然后再去治病 分成两个步骤 那么有一个部门专门是负责体检的啊 一个部门 体检完之后觉得你的房子存在要维修的一个必要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动用这个维修基金 如果你的维修基金没有了 你就要重新去补交 那么比如说你的房子已经三十年了啊 经过体检部门体检你的房子要进行维修 但是查询的时候发现你这公共账户里边居然还有当年的维修基金 你就不用交 大家听懂吗 那么涉及到现在的房产的一个新型行业 马上就要诞生 叫做什么呢 叫做房屋体检部门 还有房屋保险部门 这两个部门在接下来会开始盛行 类似于一辆车 他有保险部门和体检部门 大家听清楚了吧 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根据你们小区的房龄 比如说已经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 你就大概能预估出来你们要不要交钱 到底要缴纳多少钱这样的一个额度 大家心中有数了吧 quան 团